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我王室在大城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随山俊川 任土做贡 同为逆河 辱于渤海 为意以人力为强塞 别念了 我敬重当时的哥哥 那时他不过一介少年 但是他舍得放下锦音玉石 心甘情愿 风餐露宿 感冒生命之味 欲为百姓家国解忧 我还记得 当时他与叔父从江南回来 夜夜挑灯 阅读大量的书籍 而且呀 他走出晚归 勘查水文地理 就是为了研究出治水方案 你是想说 现在的这个哥哥 已经不值得你敬重了 不是 哥哥 我一直都信任你 母亲也是 我亲耳听他说过 无论我的儿子做什么 只要他是用心的 他一定不会失败 无论你要去多久 一年 或者是两年 阿妩都会在京城 准备好嫁酿 等着你回来 哥哥答应你 等哥哥得胜归来 和你准备的嫁酿 小伙伍 比他要死守 黄正 改去江夏王府 你们去厨房端碗烟窝来 还有啊 烧血热水 一会儿小姐要在房中沐浴 是 夫人 倩儿 倩儿 母亲 快快快 机会来了 母亲说清楚 今天大早啊 王轩就出门了 回了江夏王府 据说用了晚膳回来 今日啊 必须把这件事情办了 否则这皇帝的册封 一会儿就下来了 那怎么办啊 那他要是又不上钩呢 这一次 咱们必得破釜沉舟 不留后路 王子 原本定的陆院 又为何让那女人牵着鼻子走 本王子的事情 何时轮到你而管呢 末将不敢 没想到霍兰王子早到 有失远迎 失礼 江夏王多礼了 是本王子心急 来早了 后来王子 有什么话 先坐下说吧 我记得 豫章王妃是突然改了约定 没有什么想跟本王子说说的 已然来了 就多谢王子大赌 嗯 谢早了 本王记得自己说的是 如果豫章王妃能够尽地主之仪 让本王开心的话 也许 我会改主意 无一向内风光极好 我王氏府邸的园景 也乃京城闻名 何止是园景 此园中 美酒美女 也是京城一绝 绝不会让霍兰王子失望 本王子 可是应御章王妃的邀约而来 不知王妃可否 带我在园中逛一逛 这事就不由老王妃了 本王亲自带你 还是我来吧 跟我走 如果你父亲哥哥还在 怎么会 让你受这样的委屈 母亲不要难过了 事已至此 只要能留在京城 比什么都好 那豫章王 还能给自己的王妃下药 或许倩儿受的委屈 根本就不算什么吧 你确定 我今天会来 不 那你不担心 自然担心 自然担心 你是在 赌 与忽兰王子定下此事 就是在赌 赌你一世慈悲 赌倩儿一丝幸运 那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来呀 或许这是我离开大城之前 唯一跟你见面的机会了 忽兰王子 请你自重 王轩是豫章王妃 豫章王妃那请问 要多了解自己的丈夫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她的过往啊 我是豫章王妃 我自然对自己夫君的过往了如指掌 那 有劳你费心了 那看来是本王子多事了 阿妩 这里可是你自小长大的地方啊 阿妩 忽兰王子怕事 忘了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 容本王再问一次 这里可是豫章王妃 从小长大的地方 黄妃其实大可不必多想 我说了 我只想 与你做一日可轻谈的挚友 半日也行 是 这里和皇宫 都是我出嫁前的家 承载了许多美好的过往 美好的过往 我也有美好的过往 你看 只可惜 拜你夫妻二人所赐 我也回不去了 王妃 可是喜欢圆灯啊 我想起了昔日放过的圆灯 王妃果然是念旧之人 王妃该不会是想起了 你我初初相识 在晖州千人会上那只苍蝇指 相识 忽兰王子 你怕是又用错了词 我不是你们大成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词 要不然请王妃来教我 王妃 忽兰王子 兵宴已备好 请二位入席 忽兰王子 请吧 豫章王妃请 快点 快点 楼梯口有两个士兵 你先躲起来 我去把它们印开 然后你悄悄地溜进去 来 先藏起来 我的腿 我的腿 夫人 这里可是府中禁地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 我刚来府中 我怎么知道这是禁地啊 这可是府中禁地 请夫人速速离去 我这腿疼的我又 站都站不起来了 要不你们俩把我送回去啊 你们俩拆我一下 我一下子吹 你俩拆我 reusable 你俩拆我 你要 contract 你俩拆我 有这个费 dibuj 我冒险了 你们俩拆我 你俩拆我 你俩拆我 你把这些拆帘 在这里 我把这些拆帘 他拆我 我把这些拆帘 你俩拆我 我把这些拆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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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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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府中十八年的猴儿酿 本王敬你一杯 杯子太小 没意思 江夏王 干杯 那本王不用胡 胡兰王子啊 实不相瞒 本王有一事相求 芊儿是本王的堂妹 她从小娇生惯瘀 不怕她去了胡兰 不失礼 有何不失 是我们胡兰不好 还是江夏王看不起胡兰 胡兰王子夺虑了 本王绝没这个意思 胡兰王子在京城没待几天 其实金城的美人 比芊儿长漂亮得多得是 嗯 在我心中漂亮的美人 只有一位 好吧 本王就直说了 你的王兄反正也没见过芊儿 你说是谁就是谁 你看能不能在京城 另则一位女子 别让芊儿去了 放心 此事若办成 本王定有重谢 好 嗯 喂 胡兰王子 看看吧 啊 那个 去往 你 毒 不乐 你 喊 为 me 你 都住手 我兄妹俩 好生待你 你尽叫不去牵法鸟 保安 送客 这不是我王家待客之道 贺兰真 你若真心当我是朋友 就不该如此无礼 有何不可 在我们护兰为朋友跳舞 是表示友好吗 既然如此 请就座 王妃 大王 你回来了 王妃呢 王妃回江夏王府了 说是用过晚膳才回来 大王 可要用膳 不用 太医呢 到了 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请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夫人 夫人 宋婉山的婢女到了 摆在那儿吧 好 你们大王和王妃 可回到府中 回禀薛夫人 大王刚刚回府 王妃还未归 那大王回到府中后 去了何处 回禀薛夫人 这几日大王回府后 都静止去书房 晚上也歇在那里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夫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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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太医 老朽在 王妃的药已经服了这么久了 够有好展 这 是 恕老朽无能 大王 大王你也知道 大王啊 老朽这一生 就没见过你这么好的男儿 明明知道王妃的身体状况 却还要昭告天下 一生 只王妃一个女子 为了王妃的性命 大王每日强言欢笑 哄着王妃喝下这不可受孕的药汤 大王啊 难道你真的就像这样 瞒着王妃一辈子吗 就算王妃这 那我又能怎么办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为她服用婢子汤药吧 是 不过大王请放心 老朽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寻找到治疗王妃的药方 想不到 我此生欺瞒最多的人 竟然是我自己的妻子 罢了 她要恨我就恨我罢了 得让她好好活着 你会跳忽兰舞 你不是也会说中原话 看来你对忽兰很有兴趣 此次联姻 忽兰可是真心 我对你一直是真心 我对你一直是真心 多谢江夏王圣钱款待 只要是真心的 贺兰珍 绝不过福 大王请放心 大王的心意我明白了 老朽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竭尽全力去寻找治疗王妃的药方 您去吧 那老臣就告退了 好 王子 你真的打算换一位和亲公主吗 有何不可 末将只是觉得 你对着豫章王妃是格外的心软 我真心待她 何来心软之手 那豫章王呢 当然得死 所以 我才更想要为她做点什么 那你可不要忘了我们和安平王的约定 即便这豫章王死了 这王妃也是要献给她的呀 王子 豫章王妃固然难得 可她毕竟是个女人哪 比起你的鸿图大衣 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知道 我自己心里有数 你怎么会跳忽兰舞蹈 在草原时 看忽兰姑娘跳过 十八年的猴儿酿 有胡酒给我干了 现在我这肚子还难受呢 你为什么挡着我 不让我狠狠揍她一顿 事情闹大了被萧綦知道 该如何收场 你真相信那家伙说的话呀 万一是罪话 明天一起来不认账怎么办 我希望她认账 认账了 便是倩儿的信使 我就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帮倩儿 她不是还打了玉秀吗 难道就因为她姓王 我不忍看她被当成棋子 莲姻的委屈我最知晓 你还在计怀 父亲当年把你 许配给萧綦的事 你不是说 萧綦对你不错吗 莫非 哥哥多心了 他对我很好 时候不早了 阿妩该回了 晚安 赶紧备车 备车 去驿张王府 王妃这把钢草 拿那么多废话 叫你备车就备车 是 备好之后叫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人呢 大王 有何事 王妃回来了吗 启禀大王 王妃还未回来 管家派人去接了 应该正在路上 宿哥方才问王妃 大王对你好不好 他是否感觉到了是吧 我和大王之间 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哥哥过几日 就要远赴江南了 何必告诉他 还让他担心 我就是担心 今日这么晚才回去 大王与王妃之间 会不会再深刻办 王妃怎么还不回来 派去接应的人也没个信 大王都问了好几次了 王妃不会真的生气 跑回娘家不回来了吧 那可不好说 那可不好说 王妃之间 我去找你 你回来了 是啊 我回来了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路上有些事啊 你干吗呢 来了来了 王妃来了 王妃 你回来了 告状鬼 快 把门关上 大王 你想我吗 想 暗想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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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阿妩 我是 你不是阿妩 我是阿妩 大王 你要了芊儿吧 芊儿不想去湖兰 大王 芊儿可以给你生孩子 可以生很多孩子 老八方她姐姐 在冥乡抚养 我念你是她的祖亲 我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你 还有你的母亲 明天离开这儿 离开奥府 别再让我看见你们 别再让我看见你们 不要 大王 我 我 全不要去湖兰 你 大王你就要了芊儿吧 大王 大王 求求你 求求姊儿 大王 芊儿可以不要米粉 芊儿什么都不要 大王 芊儿如此 就莫怪芊儿了 就莫怪芊儿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大王 大王 救我 成了 不对 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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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快快快快 快去看看芊儿怎么回事 走 这么晚了 何人喧哗 芊儿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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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王妃 徐姑姑 王妃 出大事情了 王妃 快去看看吧 芊儿小姐 跳水自尽了 好 好 乖了 怎么没人开门啊 就算豫章王和王妃都睡了 这 这门房也拥有人啊 救上来了 救上来了 有这么冷的水 怎么睡得了 给我看看 小医夫 木槿儿 小医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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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快让木槿看看 你没事吧 木槿儿 究竟有什么天大的事 让你想不开啊 今天舍下木槿而去 木槿儿 木槿儿 我不想活了 木槿儿 我可怜的孩子 木槿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槿儿 木槿儿 方才我听到小医 哭喊着跑出去 大王我不想活了 然后她就飘水了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啊 是真的 木槿儿 不只我一人 她们都听到了 哎哟 槿儿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天大的事情也有母亲呢 还有王妃 太后皇帝 为你做主呢 啊 王妃来了 王妃到 槿儿 你可是皇帝清点的 和亲公主啊 豫章王是你的姐夫 她怎么能这样呢 造孽呀 王妃 先生 王妃 倩儿小姐的片面之词 不可见性 总得问过大王才是 徐姑姑说得对 这绝不是大王的所作所为 贱婢 难道不是 你记恨 今天倩儿给你一巴掌 你竟在死落井下石 我告诉你 倩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让你一起陪葬 是 是 这还不够丢人现眼吗 王妃 你可听见了 倩儿遭此不幸 这贱婢 她敢污蔑倩儿 难不成倩儿 自毁清白 再找大王 我 够了 所有人 现在立即回府 倩儿 你回去换件衣服 好吧 徐姑姑 请仪师过来问诊 通报大王 到倩儿姑娘房里来 我有话要问的 是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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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怎么了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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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大founder